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戏曲小舞台 人生大智慧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 戏曲频道 捕捉台前幕后的美丽瞬间 感悟古典时尚的浪漫约会 让我们共同走进 黎元新生代的台前幕后 感受他们的点滴成长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是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的 青春喜岸 我是主持人宝乐 我是主持人董毅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 要带着大家去一个 非常历史久远的地方 距今已经有着 2100年的历史了 而且很多的文人默克 都曾经在那里流连忘返 比如说像白居易 王羲之 李白 杜甫 等等 那里就是著名的 乐剧之乡 围棋之乡 扇县 也就是现在的盛州 盛州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尤其是乐剧 在那里生根发芽 然后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风格和特色 深受大家喜爱 是乐剧的发源力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 共同走进 美丽的盛州 青史 飞严 每一处都能触摸到 细文的脉搏 雕花 斗拱 每一处都被收藏着 乐剧的时光 盛州人 人人都会唱乐剧 乐剧团 团团都有盛州人 他们把青春献给了乐剧 乐剧也换活了他们的炫彩人生 因此盛州这座孕育乐剧的江南古城 才变得越悠久越青春 欣赏完了美丽的盛州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四位盛州人 有请 好 欢迎四位 来 首先给我们做个 自我介绍好了吗 我是盛州人 齐春雷 我现在在上海业剧院工作 欢迎 变态小生 大家好 我是陈兰芳 王派花旦 现在在北京生平社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好 接下来 大家好 我叫求宽宽 来自福建省芳华乐剧团 影拍小生 欢迎 我是来自乐剧故乡 盛州市乐剧团的演员 妮景景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一请 咱们土生土长的四位盛州人 用他们的话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美丽的家乡 好 首先来 我就借用盛州的两句诗 善兮运秀逸 月女天下白 和其他的三位相比 你仅仅是唯一的一位盛州人 坚守在盛州的舞台上 我们知道还有乐剧 大家非常熟悉的艺术家 都诞生在那里 对 让你们最引以为荣的是哪位艺术家 是乐剧十姐妹 有好多个都是盛州人 像月雪芬老师 杨文娟老师 好多老师都是盛州的 我觉得作为盛州人 坚守在乐剧这块土壤里面 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幸运 盛州乐剧团 是不是演唱起来 乐剧更有家乡的 这种原汁原味呢 可能是吧 因为一直固守在 乐剧的发源地 它可能更加传统 更加的 有地域特色 所以可能更加原汁原味 那怎么样 好 先请她给我们带来一段 原汁原味的乐剧 好 有请 有请 我梦在西藏 风风风不凉 挺约哪儿 What to say 星的梦 貴蕾凡色 漆漆漆藏 唉 好不滿趣 寂寞歌曲 寂寞歌曲 女歌曲 女歌曲 歌曲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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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淫 漫漆 踏地心 我不是一冬藏当毒而泪 那不是故意我 望笑而泪 我不是 千万般 不疲而泪 我不是 无名 豪气而泪 我见他 三万两次 却不为 有应不应 四次内 我不算 几款子路 哦 必定是 平庸的 毛泽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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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ist 波、 诶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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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一趟冷似淡沁 勇向康泻 勇向康泻 谢谢李锦锦 李锦锦首先给我们唱出了 盛州原汁原味的乐剧 因为学乐剧在盛州 成长在盛州 现在成了专业院团的演员了 还是在盛州 陈兰芳就不然了 陈兰芳现在在北京了 你离开家乡有多少年了 我是小学毕业 就到杭州上神医校 毕业之后又分配到杭州乐剧院 然后去年 前年又来到北京工作 那陈兰芳 我相信你对家乡的一草一木 仍然是很有感情的 在你心目当中 家乡是什么样子的 用几句话给我们概述一下 就是我脑子里 就经常会出现 这样一幅很唯美的画面 就说柔柔的细雨 稀稀烈烈的洒在河里 一位少女 撑着油纸伞 走在雨下的尽头 我觉得这像梦境一般的美 她说的时候 我眼前仿佛就浮现出了 一幅风景画 而且我知道啊 陈兰芳多才多艺 除了喜欢乐际之外呢 还特别喜欢古典舞 那今天呢 她将用她的舞姿 为我们描述江南水乡 一起来欣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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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欢欢 你现在是在福建 可以说是这四位当中 离家最远的一位了 对 相对来讲 可能大家感觉 福建是最遥远的 然后又跟乐剧好像挂不到边 但是其实是乐剧发展到福建那边 还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前途的 你在表演你的才艺之前呢 也用你的语言来形容一下 美丽的家乡好吗 对 我觉得盛州是 七山一水二分田 自然风光流露出田野情绪 这样才孕育出了山学的乐剧 你想想 江南走出的演员 都是那么诗情话 尤其是盛州出茶叶 那个茶叶漫山坡 绿油油 这个尤其是姑娘在这个茶树当中 采茶的那个情景 也是一幅非常美丽的花卷 你有到现场去看过 那些采茶女在采茶吗 老师有组织过我们去采茶叶 让我们去体会 就采茶叶的当时的那种心情 我们盛州的一些特色的这样子 今天呢 也给我们带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 跟采茶有关 是吗 对 采茶舞曲 好 有请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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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生意上游泄 两姑茶乐 两旁瓜 两四切杂 两奔家 这两地渭亭一生 黑不云泪泪风花 渡一渡泪花一花 年年风生 龙惊藏 一渡泪 齐春雷啊 您也是善县人 也是咱们这个盛州人 对 你谈的家乡吧 你还记得吗 我家里那种感觉还是 非常深刻 虽然出来已经 十几年了 家里就房前屋后 就是竹子 非常漂亮 盛州还有很多小吃 非常非常好吃 我特想知道有什么好吃的 我每次回去都要先吃一个 我妈妈做的那个炒年糕 还有小笼包子 不仅仅有那么多好吃的 吸引着春雷 同时呢还有好多感人的故事 感人的故事很多 是不是一遇到什么伤心事 遇到挫折呀 肯定会想起自己家乡 那肯定会了 我感觉只要在外面出来闯事业的人 都这样有一种感觉 只要自己碰到挫折或者失落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想要有一个精神上的依靠 特别是我没有成家之前 这种感觉特别酸酸的 又想打电话 又想想还是不要打电话 只有好事的时候 我会很积极地去打一个电话 把这个事情马上跟家人说一下 报喜补保佑 对 我们三个应该有同感的 是吧 他们女孩子有可能 比我更外露一些 比如说打电话给妈妈 有可能可以 撒个娇 可以撒个娇 但是我作为一个男孩子 男人有点不亲他 男人就 对 眼泪流都不能流出来 电话里面流出来 他有PC 有声音的 马上父母就知道 对 所以我用女家家宝败 确实会这样做 丁丁姐 说说你吧 因为你看如果用酸甜苦辣 咸来形容此时此刻的感受 我觉得你更多应该用甜来形容吧 这几个词里面我觉得 相比较他们而言 在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就觉得甜字是属于我的 我有时候排泄 然后上班挺忙的时候 我爸妈有时候在星期天的时候 他们骑个摩托车就下来了 然后帮我煮碗年糕啊 炸面啊 然后做点我爱吃的 但是我有时候 遇到不开心的事 我也跟他们一样 不会打电话回家的 就是也是报喜不报忧嘛 父母对于子女 他也是报喜不报忧 家里有点什么事 我不让子女担心 我影响子女工作 然后子女在外边吧 我也不把烦心的事 告诉家里老人 怕他们担心 然后大家都是为了对方着想 有的互相隐瞒啊 其实都是特别善良的人 总希望把快乐的一面 带给别人 不过对于年轻演员来说 我觉得更多的 幸福感是来源于舞台是吧 是 能有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在舞台上大显身手 我记得你是在 也是在前不久吧 排了一部大戏 叫《大漠离歌》是吧 对 你扮演主人公 对 因为像我们青年演员 能上一部大戏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还机遇很难找 乐剧作为盛州的一张精明片 领导也是非常的重视 对我们的支持也很大 然后我有幸能够在 新创的原创剧目里面 担任很重要的角色 对我的艺术上面的提高来说 我觉得是受益匪浅 这个戏可以说是对你量身定做的 我们现在在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剧照了 看到了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什么样的人物 《大漠离歌》他讲的是 北周的一个故事 隋阳王灭了北周以后 取代了那个北周的皇帝 然后宇文芳是北周的一个后裔 他为了免去战乱 被送去河清 到了大漠 结果呢过了一年多 他发现他自己的国家被人家取缔了 然后国仇家恨弃于一身 然后他要复仇 然后他是跟他那个隋朝的长孙 长孙圣他有那么一段感情经历 然后之间的情感纠葛啊 国仇家恨这样的 那今天是不是把《大漠离歌》的精彩片段 给我们展现一下 好 让我们一度为快 带来其中哪段 就最后一段唱吧 好 好 来我们掌声欢迎 没听吧 三年够做深日飞 三年够做世与飞 生死关头梦见心 又这会是 有意 梦梦见 葬送他 宁慧仙不想起来 官员伯雾去望清明 他本是今后不思 东梁浙不一转千苍 芳宝空生生平 世间终于桃花软 芳宝空生平 高相愿意 当你愿意 芳阴茫茫 芳玛天地切 芳宏公國 芳案 探月 芳时 供我一丝如鸣 千曲供你铃我 你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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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大 今大 此生从生起 偏要涌向你 你 你 我死我心 全力 难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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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飞躬 你 谢谢妮姐姐 妮姐姐说了一个字是甜 求欢欢说一个字 要是酸甜苦辣 你选择一个什么合适 我就排除法的话 我选酸吧 为什么 一个人出门在外 很多都需要一个人独立 所以算不上甜吧 没有父母在身边 那还记得当初 离开自己的家乡 去福建的情景吗 我记得那个印象很深刻的是 当我们毕业的时候 福建的一辆大巴车 从福建就开过来 等在我们的盛州乐剧博物馆那里 等了很久 然后我们整个一批的学生 全部上车接我们到福建去 但是父母都很舍不得 你们是跟着那个车走了 父母的心也跟着那个车走了 对 现在到中国戏剧学院 已经读了多长时间了 快一年了 收获大吗 我觉得挺大的 一边可以学金剧 昆曲 还有禁剧 河北 邦子 太多的戏了 这是个交流的平台 对 各剧种之间可以相互借鉴 我们乐剧进入到了中国戏学院 他们觉得我们很新鲜 也觉得 就是一股新鲜的血液流入到他们那里 我们看了张照片 这是 这是你们学校里的同学们吧 对 是不同的剧种吗 是我们乐剧班的 乐剧班的 对 全是乐剧 哪个是你啊 何文秀 中间 那个 强儿旁边 好 穿红的那个 蓝色 蓝色的那个 在汇报演出吗 对 是一个汇报演出 好 对 那今天是不是应该也在 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汇报汇报 那我就给大家来一段访期 好 桑云访期 来 掌声欢迎 是 是 好 好 人员 打电视 泥西 全是 far哥 全是 竟光 与 孟 全是 堂华 都 清 车 轩 座 车 轩 轩 轩 来 来参观 照力生外面见尘 叹着接着生安过某生 念看生家设宿门 那一片手里 无所谓得生 无非是 娘家门 天罗上人 把门停 为什么 青铁法人 门关起 耳听那边 无声响 不见样子 光飞行 我把我又 只长得 不敢长相得 团本明 哎呀 青铁够了 困不见 雨了 夜快 啥都只困得生 封死去梦 声哩吧 指尖一间小草帽 小小香的草藏帽 破梦 笑一飞凉帽 三子清香 如中草 混书彻耀 组藏帽 第一碗 把香红灯天堂用 第二碗 又见鱼儿破碧香 第三碗 香精蘑菇灯腾舞 第四碗 把香山 像环草千堂 第五碗 将沙舞蹈凉 蕁竉 第六碗 将雨花接吻 月花山 大碗 一碗 酒一杯 这山 花子 予一山 愛呀看一臉 古山會無作三十年 感謝你娘子 七彩 有此 也有爱的 随无法 幸福起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 这个虽然说有点不太舒服 还感冒了 但是还是给我们带来 非常精彩的表演 也希望你早日康复 说到陈兰芳 可以说是这四位演员当中 年龄最小的 90后 是 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在很多的一些 一些机会上演出《红楼梦》 对 这个戏算是你现在 主要来演出的一个剧目吧 是的 在北京就一直演《红楼梦》 大家知道《红楼梦》是 王牌的一个经典剧目吧 对 你认为你自己现在来演《红楼梦》 和当时那个王娟娟老师演 有哪些区别吗 我觉得我还是 还比较嫩 还是比较青涩的感觉 我们是完全按着 王娟娟老师的版本学的 但是我觉得你特别地幸运 我们现在大屏幕上出现的照片 就是你跟你的老师 王志平老师共同来拍照的 什么样的缘由契机 让你能够认识王志平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机会 要来北京演出《红楼梦》 就是才认识了王志平老师 并拜他为师 专门去的上海 对 好 住了多长时间 有一段时间 就长期住在上海 跟老师学习 老师也是手把手地教 一字一句地教 对我生活上 工作上都非常的照顾 就像我第一次 第一次演出《红楼梦》 在什么地方 在北京 在北京 他就亲自到现场到后台 亲自为我化妆梳妆 我们看到那张照片 是不是就当时的情景 对 他对艺术的要求非常的高 非常的严谨 他就想让我在舞台上 形象能够更加地完美 就亲自动手帮我整头套化妆 非常的感动 那现在你在北京 王志平可能更多在上海 我经常会打电话给他 也进行一些交流 他会在电话里给我说 实时交流 保持热线联系 我觉得他坐在这里 在说话的时候 我不知道其他三位同不同意 是不是就有点 这个带着点待遇的这种 这种 忧伤 对 一丝丝的哀愁 眼神跟你交流 有一丝哀愁 对 有时候 在演绎这个人物的时候 感觉会分不清彼此 好 那今天给我们投入的再次 把黛玉的形象带给我们大家好吗 好 为大家演唱一段 有请 欢迎订阅 天有词 也有爱的 风 送水 陪水 伸伸到大国远 四季四季 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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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不明 不叫你 夜露你早睡了 七宿之情好你唯 十足相為在落地 十足相為在落地 新時代的待遇 是啊 既威美又忧伤 今天这四位嘉宾当中呢 唯一的一位帅哥 男选手 齐春雷 春雷呢 是这个现在在上海生活 去了以后习惯吗 一开始不是很习惯 后来也就慢慢地就要习惯了 也必须习惯 要适应一个环境 是 男的要早点投入这个状态 我是十四岁就离开父母 去盛州城里的 因为我是盛州乡下的嘛 就很小就出来了 然后两年过后 我就又去上海了 就越走越远了就 就一个人一直很孤单 那我想问问 你在家里面是唯一的一位 我还有个哥哥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不能说很苦 就男人不能说苦 这有一种孤定感 就是一种酸酸的 就是说不出来 但是现在好了呀 现在你已经有家了 现在是有家好一点 对 有小宝宝了 那就一家人其乐融融了 心里觉得特踏实了吧 对 踏实一点 但是还是想家的 有没有让你记忆当中 特别深刻地回家的经历呢 有 第一次 最最对我而言 酸得最严重的就是第一次 什么感觉就是 在盛州的时候 乐剧之家的时候 还可以 因为距离比较近 星期六星期天 可以回去一次 那么他们也可以来 我父母可以来看我一下 那个时候还好一点 就是眼泪 就是汪汪的还可以了 就是来上海以后 读书了 那一学期 回去一次 那就感觉不一样了 上火车的时候 兴奋 就是一种感觉 我要回家了 很高兴 越开越近 快要 就是说要到盛州了 就慢慢地就不对了 脸啊 心情啊 都沉下来 就想着呀 看到他们的 向往着看到他们 父母两张脸 要说什么 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对 回来之前打算得很好的 买这个买那个买一点哦 回去 算是让他们开心开心啊 或者什么 走到家里 这就更加不对了 本来是想象到的是 爸 妈 我们圣证话就要 自己给自己变得太好了 对 第二 妈 有可能要叫得 比较响的那种啊 到那边反而就变成 轻轻的了 对啊 对啊 然后就 眼睛是亮亮的 非常亮 不是那种伤心啊 就是眼睛是非常亮亮的 但是 湿润的就是 然后语速也不对了 这样会在一分钟左右 一直会保持这样 才能缓过来 才缓过来 然后我妈妈 还有我爸 还有我哥啊 在一起 然后就做一顿饭 就慢慢地平静下来 我们知道 春雷一直特别惦记着家人 我们的编导组呢 还专程赴春雷的家乡 我们在这里 也给金雷一个小惊喜 听听你的爸爸是怎么说的 来 请开大屏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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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的话 新闻子 爸爸妈妈 在这里 在那里 嗯 是个 是个 是不知 的 我们 新闻 然后把自己搞成功 我奶奶们一三年没有为家过年了 我们母亲们很想念她 希望她为家过年 她需要一个机构 我派起爸爸的生平 要恶心动作 把这个生机制有的指向 要为人机整光 要为爸爸妈妈整起 奶奶你恶心动作吧 把自己搞下去 其实在外面工作的人会有同感 你看看其他那三位嘉宾 也都眼睛湿润了 眼泪善然而下 其实我们俩也都是外敌人在北京 这么多年来呢 一提到自己的家乡 尤其是含辛茹苦 抚养自己的父母 再看看自己家乡的那个小院 养的那些小猪 小兔子 而且父母那种朴实憨厚 那种特别特别真诚的语言 我们确实感觉到 从事我们这个职业 坚守在吸取这个阵地 特别的不容易 我想这些年轻人他们在舞台上 光鲜的一面 真的离不开很多的幕后人员 离不开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的支持 我提议咱们在这里 也把掌声送给所有的父母 所有的幕后人员 感谢父老乡亲们 感谢生咱们养咱们的土地 感谢那些所有牵挂我们的 父母老人 我还要感谢一下我的哥哥 还有我的嫂子 他们在照顾着父母 对 在父母身边 是吗 这样吧 春雷啊 对着我们的摄像机说 说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哥哥嫂子 说点心里话 嗯 哥 大嫂 你们辛苦了 因为我 照顾爸妈比较爽 你们多 多辛苦啊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呢 就让春雷 把你最光鲜的一面 送给家乡的父老乡亲 好不好 好 给大家演唱一段吧 我 因为我爸妈 现场好像没有看过演出 那就 接下来 就为 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 带来一段 沙漠王子的 探乐 好 掌声欢迎 好 掌声欢迎 好 掌声欢迎 湖畅王子的 哦 掌声欢迎 彎彎星日 天真悲惨 是什么牛本子今也多有 为什么不照神经引人杀 是什么宁我心也交集 你为什么不照神经引人杀 你为什么不照神经引人杀 是什么宁天死死而明灰 所目不照一历 你什么宁天死已 叶利亚 不盼不到金雕算是月中明明 倒是今黑酒天涯 叶蒙蒙 叶蒙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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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天作之合 一個唱小聲的 一個唱花旦的 對 我唱影太 他唱王派 那以後可以有很多 搭檔的機會 對 我們希望在北京 能多多合作演出 能夠多 對 因為樂劇 在北京沒有專業的劇團 所以我們想把樂劇 帶到北京 兩個人第一次見面 就覺得特別地默契 這跟你們棋盤當中 是一樣的嗎 是完全對峙的嗎 我們就是排戲的時候 就一說對方就能明白 就意會了 就很默契 然後排戲完了之後 在整個磨合當中 他是很能領會我的意思 我也能懂他的意思 就這樣子 真是相見恨吧 早知道我們青春戲院 應該早一點 做這一期專輯了 那今天你們倆呢 是不是把合作的劇目 帶給我們 好 給大家來一段 《孔雀東南非中的戲別禮》 好 聽齊了 來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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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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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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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言 心灭 连送起 年三七七四夕 新冠三分草别丽 何复起何复起 何复起何复起 何复起何复起何复起 何复起 四位都是来自盛州那片热土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栏目了 对对方是不是有一些祝愿 欢欢开始吧 金晶 我是在盛州已经是很熟了 那我希望她就是 能为乐剧更好的发展一条 有创新的东西给带给大家 为乐剧带来更好的曲目 我觉得欢欢她一直以来 我觉得她的条件非常好 她也非常的用功 我希望她在努力学习之余 不要太思念家乡 家乡永远是大家的坚实后盾 所有的人都一样 还有哪位 倪晶晶姐姐还有其春雷大哥 她们都比我大很多 她们在艺术上也都已经 有非常好的成就 我希望她们能够 我们共同能够把乐剧传承下去 齐春雷啊 你是大哥哥 最后压重 她们因为都比我小很多 我希望她们把我们的乐剧 发扬光大 排出一些好的剧目 在自己的这个艺术道楼上 走得更远更宽 好啊 大哥哥说话就不一样 是不是有力度啊 我听说几位其中的某位 还带来了礼物 这什么首饰啊这是 来 这是首饰盒啊 一层一层的 里面装的是宝贝 宝贝啊 什么宝贝 是金的银的 还钻石的 很普通 但是心意最重要 是吗 我觉得一些盛州的特产啊 像吃的用的啊 或者像茶叶 都能装在这里头啊 北京都能买到 这个买不到 买不到的 是我在家拿来的 是吗 有什么特殊的我们看看 我看一下行吗 是盛州的气息 好 气息 泥土非常的芬芳 泥土 那大家看看 还真是 还有小石子儿 这有什么寓意吗 因为 那我闻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盛州的味道 每人给一盒 不是从我们那个门口 给年纪 年纪小一点的 好 春泪大哥大一下 好 这有什么样的 因为从小到大 好像 各地可能都会有这种风俗 小孩子到外面去 然后 爸妈会 准备一些泥土 带在身边 一个是 怕水土不服 带一点 传说 老人传说可能会好一些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 思念家乡的时候 我家乡就在我身边 拿出来闻一闻 家乡泥土的方向 对 一份特别意外的一份礼物 也是 特别难得 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也代表着她的心愿 那么 节目最后呢 我想四位今天呢 要给我们呈现一下 他们四位共同 联媚带来的风盘 好 我们一起请他们 共同演唱一段 我们 共同走过 同时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有请 不请不落 如泪掌声耳盘回答 故乡清泉流淌心的情 请请诉说 分墨热热热落 谈笑过 带花娘美酒且振酌 山清清水迢迢 一曲弦歌名养花几落 寒漫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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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寒漫情 水修天然若 回头笑 穿越百年枷梭 山河间 波动兴火 约一般 我们绷绷走过 坚军 5度开放